日前,台湾美食K沃尔旗下品牌85度,因台湾地区领导人蔡英文日前过境美国洛杉矶,在当地85度门店停留,经媒体突出被蔡英文送上定制大礼包,而被打上台多标签。 一时间,大陆网友抵制,85度声音四起,尽管85度紧急发出声明灭火,但网友并不买账,16日,85度母公司,美食K外开盘重挫,一度打入跌停板,股价创下一年半新低。 据网友反映,目前,多个平台APP上,已经搜索不到85度的外卖或甜品信息,85度遭网友抵制85度,台湾连锁餐饮品牌,主要经营咖啡和甜点,名次来自咖啡在85摄氏度时喝起来最好喝之一。 在大陆也有很多分店,据台媒报道,蔡英文曾称赞85度为台湾之光。 日前,蔡英文借口,出宝南美过境,美国洛杉矶,访团车队经过当地85度门店时,蔡英文进去点了咖啡,店员们正向拿出一有85度字样,的报证要求蔡英文签名,对宝团的预论相当惊喜。 不过世界一经披露,85度立即被打上台读企业标签,惊喜秒变惊吓,有大陆网友扒出,数年前大陆三陆。 事件后,85度在其台湾店铺中,打出了一个,本公司所有乳制品均类直接或间接使用中国制商品的标语,指控该公司一直在台湾把中国和台湾分对待,而不是只为一个整体,图片来源。 环球时报还有大陆网友发现,85度的公方网站,中把中国围入了公司的海外据点,与美国、澳大利亚等国并列,图片来源,环球时报85度发声明,母公司竟然这样说,求生欲旺盛的85度15日。 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平台紧急发表声明澄清,趁对一行来访客人送出定制大礼包并非实情,是改变人工的更人行为,同时表示坚定支持九二共识的立场从未改变。 反对任何分化两岸同胞情感的行为及言论,突然,85度微博但大陆网友对此并不买账,不知名的唐德超,泰度企业滚出大陆,为了个包却溜达,这么多奶茶店还敲你这一家。 不得喝85度了Herry Elephant,你到Facebook和INS上也去声明,一下呀告白,爱吃花生,你们要真实支持九二共识两岸统一的企业,我真不相信蔡英文会选取你们店里法老的睡前故事,请你去台湾,宣洁好不好,我们都吃不起茶叶蛋了,怎么吃得起面包同时,台湾网友也钻,高台独,又想赚人家的钱。 还有台湾网友这招,干脆改叫92度,而就在85度在其大陆社交媒体上,为自己辩解之时,其在台湾的总公司,昨日发布的一则声明,算是为这家在大陆颇具人气的甜点点点上的一举亮亮,该声明为提及九二共识,而是做出两点表态,一是企业也有责任要照顾好员工的压力, 二是希望两万和平发展,让商人可以努力拼经济,同时,声明针对85度大陆分公司提到,这是大陆分公司的个别做法,总公司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,也许是意识到这份表态过于直白,有可能招来大祸。 随后,设计到85度台湾的总公司立场的报道中,都已将这是大陆分公司的个别做法,总公司对此不发表任何意见,的表述删掉。 但文章标题依旧显示了他们的立场,85度大陆门店贡献六成以上营收公开资料显示,截至今年5月,85度在大陆共589家门店,拥有中央厨房及11个物流中心,在台湾共435家门店,在美国共44家门店,均一家门店为主。 直营店总共不到30家,据媒体报道,85度自2007年经营大陆市场,到今年大陆门店已占公司整体营收的60%以上。 然而今年来,85度的大陆门店,频频铺出食品安全隐患,媒体报道显示,今年8月,上海85度城山八春店,曾有顾客在店内奶茶内喝出一节电池。 上海市工程局公布的2017年度,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典型案例,85度肉松面包应用肉粉冒充,肉松恨然在列,大陆多家外卖平台下架,85度在一片声号中。 昨晚,银网友反映,85度在大陆网络已被下架,观察者网查询发现,在饿了吗? 美团,大众点评等多个平台APP上,却已无法搜索到85度的外卖或点评信息,饿了吗? 美团查询下拉瓜中还残存一些信息,但其实,已经搜索不到,大众也评于美团情况那次,三家平台却未公开回应此事。 总监制,金峰监制,陈英任何事宜请后台留言,喜欢的朋友请多多分享CM的面择声明。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。 这期许...... 谢谢大家